直到退役那天,他才用一张诊断书洗清了他懒惰的罪名,这篇恩章是写于罗纳尔多举行退役发布会后,甲状腺激素减退,直到退役的那天,你才把公布了疾病,用一张两根手指就能加起的诊断书,把伴随了你职业生涯后半段的懒惰而洗白,情人节,独自神伤,即使有你陪伴,因为你带给我的是这样一个感伤的夜晚, 隐忍一天,看到你的新闻发布会,再也无法控制,心中的酸痛就这样,冒了出来一个胖胖的,34岁的父亲,一个吞去光环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球王,在那哽咽的一刻,再次让全世界动容,只是,这次只是赶上不想睡,翻看着你的过去,你的过人如麻,你的每一个经典进球,这14年就像电影,不断在脑里重放,满眼都是你, 很幸运,96,97,98,你最好最好的三年,我赶上了后面一半,庆幸自己的球迷生涯开始于96年,那时,你已是蓝黑的精灵,错过了你的球王加冕,却不妨碍我们欣赏你用足球带给我们的欢乐, 即使从此再也欣赏不到巴塞罗那,那个速度爆发力,身体力量左右脚均衡,完美到极致的罗那耳朵,全世界也依然陶醉,在你的足球世界,中,只能在视频极尽中,欣赏连续获得世界足球先,升那两年你那一个个精为天人的进球,张大嘴无语, 他看着你一人搅拌所有后防,只好惊呼,这真的是外星人,见证了98的法兰西米,的风华决戴,却也无奈那场透着诡异的决赛,你的失败成就了另一位大师,一甲冠军之战,你没有敌果油文的双子星,射手王之争你败给了比埃尔霍夫,却不妨碍你用另一场决赛上的钟摆是过人成就另一段传奇,那一年,我为足球疯狂,我为你惊叹, 全世界只能称呼你外星人,这个星球上的人,真的能做到你那样吗?可我始终,没有成为你的球迷你的拥顿,是你太强了吧,总是让我站在弱者这一边,可的的确确,你是我见识到的第一个顶级球星,或许也是我心中永远的球王了吧,天度英才,也是在那一年,你的名字越来越长久,的停留在商定名单,每一次你的付出, 带给我们的都是惊喜,你的水平从未下降过,可是,倒下,付出,再倒下,这样的循环,你真的能够承受吗?当你突然倒在禁区前,你听到球迷们心碎的声音了吗? 罗马,奥林匹克,你早已不是当年无所不能的外星人,像是一个突然间失去心爱礼物的孩子,哭得泣不成声,悲创的仿佛就是世界末日,日韩,七战工程,你踩着我同样喜爱的德国,站上世界之巅,留下哈恩落寞的身影,你可知道我有多心痛,还记得那年的老特拉福德吗? 那个悲凡的帽子戏法,让这里,成为了你一个人的梦剧场,对手,全世界都在膜拜传奇的罗尼,外星人依旧,银河战剑,你就是那颗最璀璨的心,那个白衣飘飘的年,带,成了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一切,的球迷,多年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即使,你已经成为了胖罗,肥罗,即使, 罗纳尔滴尼奥,C罗,梅西逐渐抢去你的镜头,抢去你的荣誉,为什么你不早点公布你的疾病呢? 但在我们心中,他们却永远比不上你,即使,你的巴西在德国滴尼,也阻不了你完成世界杯15球,这个无人能及的进球记录,即使你无法来到南非,也没人能够打破你的记录,即使,在米兰城,在圣保罗的球场是能看到你飘扑的跑位, 看到你飘扑的门前嗅觉,看到你呕鹿蒸容的精彩过人,那也够了,足够我们陶醉了一觉醒来,呆呆的看着发布会上你强忍泪水,心酸,心痛,一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,我到了你早已功成名就的年龄,而你,真的就要走了,虽然早知道这一天很快会到,却还是那么的不舍,你转身离开,接下来,还有很多伴我多年的人会离去,世界, 真的就要属于梅西西罗他们了,第一次看到球员泪洒发布会,还是98年的独狼,这些年见惯了离别,见多了泪水,这次,却依然会痛,只因为你,陪伴我整个青春岁月,的你我悲哀的下,有生之年,还会有这样一个人吗? 我虽然算不上他的拥顿,却失迷于他的每一次表演,也许你喜欢梅西,喜欢西罗,可是在我的心中,只有一个罗纳尔多,情人节,没有情人,我还有足球,可是,足球却没有了他的情人,罗纳尔多,不曾改变的,只剩下全世界球迷心中的永远呐喊,世上只有一个罗纳尔多。